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要进入第二单元 第二单元是有关 第二单元的名称就叫简爱 但是为了了解这个作品 它必须伴随着另外两部 有的是加强 有的是质疑Janeir写作 所要彰显的主题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这三部作品是什么 中文分别是简爱 咆哮山庄 跟梦回沼海 那也有人加一个主标题叫做简爱前传 那我先问有没有同学知道 这三部作品原著 因为都是英文写的 他们英文是什么 Jane 然后第二部呢 它的原文叫Outhering Heights 这个字在英文里面的意思 就是Blow Fiercely 就风吹得非常猛烈 它可以指风的强度 也可以指声音 所以那个声音 就是那种猛烈的风吹出来的声音 所以我们翻译成咆哮 事实上是非常贴切的 但是它的书名后半部是哪个字 Heitz 这个字我们要怎么翻译呢 绝对不是翻译成山庄 高原高地 在英国的地理分布当中 什么地方高地最多 你们都不晓得 苏格兰 苏格兰 那他们的语言 你们知道苏格兰去年 有进行公投 说要怎么样 要求独立 那当然这个是 他们跟英格兰之间的恩怨 那个由来已久 但是从语言服装 一些 这个语言 包括他们所用的字 事实上都跟英格兰有很大的差异 好 那我们为什么翻译成山庄 咆哮山庄 我们不翻成咆哮高原 主要是因为故事里面 对照着另外一个叫做化眉山庄 化眉鸟 这个我们真正去读的时候 再去做这样的比较 好第三部作品 梦回沼海 事实上 他的英文 叫做 Why Sagasso Sea Sagasso是一种 这三部作品分别是在 两部在十九世纪 梦回沼海 是隔了一百多年 才写出来的 那么不是由英国作家 而是南美洲一个作家 叫Jean Ries写的 那Why Sagasso Sea 的确是有这么一个地方 它算是一个海域 它的俗称可能大家比较知道 叫百莫达三角洲 知道这个神秘之处在哪里 知道我就不必多说了 这三部小说的作者 前两部分别是 Charlotte Bronte Emily Bronte 他们是姐妹 姐姐是Charlotte 写了Jean Eyre 妹妹是Emily 写Utherin Heights 可是他们出版的时候 都不用真名 只能用假名 而且这个假名呢 一定要是男人的名字 这个我们在 真正在探讨作品的时候 会深入解释 但主要原因是 那时候女作家 没有女作家 这种观念 所以他们两个姐妹 被迫要用男人的名字出版 那当然梦回早海 这已经是20世纪后半期 那女作家 当然可以用真名 这两个姐妹 生长在一个 有四个兄弟姐妹的家庭 那么他们是三姐妹 加一个弟弟 这幅图是由那个弟弟画的 从左边开始 这是最小的妹妹 叫Anne Bronte 第二个就是写 《咆哮山庄》的Emily 最右边是Charlotte 给大家看这个画的原因 是因为要体会一下 是什么样的个性的作家 会写出一般评价 称为柔美风格的G&A 而什么样个性的 那个作家会写出 非常激烈 甚至有人说 性格偏激的 那种Utherin Heights 那当然第四 最小的这个妹妹 她也有写作 但是因为不是我们 这个单元要探讨的重点 我就不介绍她 这幅画本来有四个人 你们看得出来 有一个被涂掉 最中间那个黄黄的部分 仔细辨认 可以知道那是个男人的 那个影像 她就是画家 结果她画完了画之后呢 她把自己的形象涂掉了 什么原因 我就没有人知道 简爱这个故事 基本上是讲一个孤女 后来有一点 你可以用当代的话讲 就是麻雀变凤凰 那样的故事 那么她原来父母双亡之后 寄居在舅妈家里 那么这个舅妈 舅舅已经去世 那么舅妈对她 非常不友善 所以在这个小说出版的时候 有一些插画 就描述了这个故事的一些场景 在舅妈家 她训斥这个Geneye 说她个性太刚烈 那常常必须受到处罚 才能够让她知道 社会的价值观 那可是这个小女孩 经常会回嘴 电波说她没有错 等等 她的舅妈叫Mrs. Reed 他后来被送到一个 我们称孤儿院 但事实上那个是 那个孤儿院 都是收留女孩子 然后他们也不尽然 全部都是父母双亡 不过在那个学校 叫Lowwood School Geneye 就是成长 后来她自己应征家庭女教师 到了Mr. Rochester 那个府上 去担任教职 那大家要把这种教职 看成是 就在那个社会里面 是非常低下的工作 低贱的工作 跟我们的文化里面 对教师的观感是不一样的 希望现在还是保持不一样 那后来呢 她有一个等于是 有一个机会证明 可以博得主人对她的好感 所以主人愿意娶她 想不到在结婚的那一天 典礼上出现了一个人 宣称这个Mr. Rochester 有一个已经结婚了 有太太 所以 这么心高气傲的简爱呢 就 就拒绝当 拒绝在跟Mr. Rochester在一起 就自己跑掉了 跑掉之后 在戚风苦雨的高原之上 被救回来 那么救她的人 就是St. John Rivers 他的名字就叫St. John 姓是姓Rivers 然后把她带到自己家里 她的家叫Moor House 在这部小说里面 很多建筑物的命名 其实都是有她的意涵 比如说Mr. Rochester 也就是她担任家庭女教师的那个地方 叫做Thornfield 我们翻译成 充满了金质的地方 所以可见在那个地方工作 其实是 是那个滋味是不太好受的 她的这部小说的封面 有好多版本 这个封面 透露出 就是给读者的期待是 Genea是一个 好像很柔顺的女性 那从她的神情 她眼睛不是直接 凝视着镜头 而是侧看 她的坐姿 她的发型 都呈现 这个是一个柔顺的女性 这个版本 Genea在 这个等于是布景的前面 前台 后面是Mr. Rochester 这是一幕很有名的景 在小说里面 很有名的场景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Rochester骑着高大的骏马 旁边跟着一条狗叫Pilot 差一点撞到他 这里也是要导引大家看 Genea的神情 他的脸部神情 虽然也是邪式 但是他是要看向Mr. Rochester 而且看起来眼神非常坚毅 不像前一张 他甚至是一种 他的背部线条 看起来非常柔顺 手的姿势 也是一样 在这里就不一样 至于 这种方式呈现的Genea 这也是在小说里面一个场景 就是他在孤儿院里面 第一天就被处罚 要站在椅子上 这是一张椅子 那么很无助的 看着同学跟老师 所以这样的封面 所刻画的Genea 是一个无助的小女孩 令人感觉她是不容易长大的 这三幅画 分别呈现的Genea 你认为哪一种诠释 才是正确的 是他挣扎图存 变成一个服从社会价值的 所谓高尚女性 还是仍然具有一种叛逆 甚至想要反支配 他的主人的这种 在今天来讲 是带有女性主义精神的人 还是始终没有走出 他童年的阴影 他童年所受到的磨难 使得他成长之后 性格里面有充分的不安全感 哪一个诠释是你觉得 比较能够接受的 那这个就要看我们今天 播放给大家看的电影来决定 通常你看到的电影版本 都不会去强调 他在学校里面 遇到颁诊伤寒的时候 那些没有得病的女孩子 包括Genea 都在都被放到森林里面去游荡 换救一方面想希望他们远离这个学校 学校已经是个疫区了 但另外一方面他们等于在荒野里面 不需要受到任何拘束 这是Genea首次体认到什么叫自由的地方 那那种场景是我们读本里面 所特别选路的 所以希望大家回去看 到底他在颁诊伤寒期间 如何在荒野里面感受到自由 那电影为什么不拍那种场景 这个也是我们下次要讨论 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 这个第一个版本 我选了两个版本的电影 他一开始怎么样呈现 Genea作为一个小女孩 喜欢第一个版本的同学 可不可以说一下原因 因为女主角比较漂亮的吗 还是什么原因说一下 认为女主角在第一个版本 比较漂亮的举手 OK 她比第二个漂亮 是漂亮在什么地方 脸型 眉型 对不对 还有呢 嘴巴 这几个都是重点 我们先说 第一个的脸比较圆 第二个脸比较方 眉毛第一个看起来的比较什么 就是普通我们认为的柳眉 可是第二个 它刻意的把眉毛做得非常阳刚 以嘴巴来说 第二个拳脚 它的嘴巴特别什么 它嘴形特别明显 而且比较大 是不是 所以这一切都是 强调第二个版本的Genea 它的意志力 显得比较强 虽然第一个版本 它的演出 跟它的台词 已经让你感觉到 就是它一直要求自己主人要尊重它 对不对 然后它腰杆挺直 就表示说 他也是自尊心很强的人 好 我们再比较一下Mr.Rochester 告诉我他们两个的区别在哪里 这都跟我们第一集看的人类本能有关 年龄 第一个显得比较老 好 现在为第一个说相的 说一说 为什么你们喜欢第一个 哪一个看起来比较凶 第一个 第二个看起来比较柔和 是不是 OK 现在你们应该想到 就是女生 女生除了排卵棋之外 通常喜欢哪一种男人 你到底有没有看第一 你第一周到底有没有来 女生除了排卵棋以外 那就是每个月时间比较多的时候 比较喜欢阳刚型的男子还是阴柔型的 阴柔型的 等下车厌会考这一题 开玩笑 所以第二个版本是比较后来的版本 比较后来的版本 他要诉求 因为这个都是要卖的 你看那个经典作品 要一直拍 就是希望每拍一次 他就可以赚得至少是比前一个版本 被认为被受肯定的 所以他选角 就是第二个是比较阴柔 阴柔性的男子 在电影里除了外形之外 还从哪些看得出来 他的阴柔应该是 是说他用其他的东西来强化他的阳刚 尤其那个两只狗的比较 你们喜欢第一个版本的狗还是第二个 为什么 第一个看起来比较可爱 可是他的拍法比较符合小说里 也就是小说里 Jane Eyre刚发现那个狗的时候 因为他是蹲下去 然后突然狗跑转 他觉得那狗非常的大 大到恐怖的地步 可是第一个版本为什么 那个角度是把它拍得比较大 可是为什么让你们感觉可爱 因为他黑白 他是黑白相见 第二条狗呢 全黑的 全黑在西方的美学传统里面 基本上就有 就是跟Devil比较相近 就是他比较 比较阴狠 所以第二个男主角 你既然选了比较阴柔 可是让他的狗显得比较凶狠 这个都有搭配的 再来第二个版本 他手上还会拿的捕虫网 有没有看到 一个男人手上拿捕虫网 如果不是 当然这里面是要呈现 他是对那个大自然很有兴趣 那个跟他拿马鞭 就很不一样的形象 第一个版本不会让那么 看起来那么 那么我们说一个womanized 这个字我还没有写 写给你们看 woman 当然是女人 womanizer 意思就是会支配女人的男人 这是一个很贬义的字 所以在第一个版本 他把那个Mr. Rochester 刻画成是一个womanizer 第二个虽然为了要符合小说的说法 但是他让这个 他在拍出来的时候 特意让Mr. Rochester拿捕虫网 然后呈现他喜欢大自然 而且很懂得大自然 生物的知识 这个基本上就让 他的女性化特征 阴柔特质又呈现出来 我们讲到学科的分类 如果以理工来讲的话 你们会觉得男生念物理系 看起来比较 念物理的男生多 还是念化学的男生多 物理 为什么 因为那是做抽象思考 抽象计算 化学要做很多实验 那女生去念的就比较多 念生物的是女生多还是男生多 在传统上是女生多 因为那同样需要很有耐心去收集 或者做实验 收集原始资料跟做实验 所以连学科分类都有所谓 比较阳刚系的学科 跟比较阴柔型的学科 你觉得我们人设系是哪一种 那阴柔那是传统的讲法 但是你如果想到 在搞学运的这些人 都是传统上 我们认为比较阴柔型的学科 现在也可以 所以这个性别界限 用性别的观念来看学科 现在也都被颠覆了 我们再看到第二个版本 一开始就呈现女主角 是一个很单溺于幻想的人 对于她想象自己在沙漠里面 她只是看了一本旅游的书 她就觉得自己在沙漠 然后在特别强调她会画画 她弹奏钢琴的能力其实也不错 这个都是在强化这个女孩子的 阳刚性就是她想要 她喜欢做的事情 在她那个年代 通常是男人才能做得到 所以她的反叛 她的桀骜不循 她这种即使有了稳定的工作 仍然不满足 她说她要自由 她想要离开一个地方 这都是表现出她的能动性 这个在现在谈弱势团体 要强调他们有自主权的时候 通常会用这个字 所以第二个版本就是 基本上强调这个 那也因为她的这些能力 才能吸引跟她社会位阶差那么多的 那个Rochester的注意 然后一点一滴的改变 她原来对governance的想法 governance就是 其实跟仆人没有什么两样 女教士 家庭女教士的工作 那所以再加上 那个 她似乎有一种魔力 使得Mr.Rochester 一直会用witch来称呼她 本来那个时代 应该要除媚化 但是她 那Genea却有这种特质 来让这个已经进入除媚化时代的男人 感觉到有吸引力 那我们在这个上一节讲过了 这种力量 这种神秘力量 必须在小说存在 目的是为了要综合女主角本身身上带着两种冲突的个性 有空撤的 我们下期待 117 小启 小启 和